先看一下 自由基理論 我待會跟大家解釋什麼是自由基 跟它相關的話 有一個抗氧化的一個能力 其實這兩個是有相關的 那哪一些東西可以增加你 抗氧化的能力 減少自由基的狀態 這是一定的 比如說一些飲食啊 運動 這樣我會講到 當然 細胞分裂的限制 我每個人身上 構成的最小的一個 那我也就叫細胞 有細胞 旁邊有細胞膜 中間是細胞質 裡面是細胞核 它可以想像成一顆雞蛋 細胞膜就是那一個蛋殼 但是它是軟的 細胞質就是蛋白很輕 中間的細胞核就是蛋黃 那我們常常習到的一些 基因啊 DNA 染色體 都在那顆蛋黃裡面 都在那顆細胞核裡面 今天我們也會講到的部分 在荷蟲式表 大家常常會想到說 是不是過了更年期之後 荷蟲會有些變化 沒錯 荷蟲會有些變化 但是是不是就代表說 一定要去做一個荷蟲的補充啊 打針啊等等的 不見得我們再會解釋 再來 自律神經的失調 自律神經呢 簡單來講 自律自律 就自己管自己 不是你叫他不要動就不要動 譬如說 有些自律神經 分為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 那這些神經呢 自己管自己嘛 所以他會去管心臟的跳動啊 管胃的消化吸收啊 所以 你想要叫你自己的心臟不要動 都沒辦法控制 可是我們可以控制 譬如說 眼皮 我要炸一下 這個就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肌肉 骨骨肌肌 但是自律神經那一小聲 是你沒有辦法自己來控制的 再來 免疫功能降低 我們免疫功能大家常常聽到 但是裡面包含的哪一些 我們再會介紹 再來 最新2009年 去年在科學長 是Science 有發表一篇研究報告 雖然它還沒完全結束 因為那個研究非常的長 它是用猴子來做這個實驗 但是到目前發現 限制熱量的飲食 能夠讓猴子的生存的時間延長 跟老化生物的疾病減少 就這樣我們今天最後會介紹的特點 吃一頓肉 它可能要跑好遠 然後幾天才能補到一些肉 然後大家跟過來吃 所以免疫動量多 肉食也比較少 然後 即使是採集 他們也是要爬上爬下 下去走 去跑 但是現代人 我們從 需要這樣去跑來找食物 到工業時代可能 因為我們站著在機器前面 就可以大量的生產食物 到現在科技更發達 我們都坐在電腦前面 或坐在辦公室前面來做辦公 所以我們從跑的 變成走的 變成做的 到最後我們慢慢 變成躺在家裡 所以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情形 所以我們要盡量用 比較原始的人 想想看看他們吃什麼 怎麼過生活 那個是比較正常的方法 人體竟然演化 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的身體 一定是比較適合 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而不是現在這種 病態的做事的生活 這個是 大家看一下 有一個影響的 膠感神經 跟副膠感神經 他們3的話 大概這隻猴子 相當於人類 大概80歲 81歲左右 相當於 已經算是比較中晚年的 一個猴子 最重要的發現 他們發現到 跟老化相關的死亡率 這隻猴子 有些死掉 有些活動 A組的 就是少三層熱量的 這些猴子 他還 他死掉的 大概13% 跟老化有相關的 如果說是在 麻醉 或意外中死掉 那些不算 那就在 跟老化相關的這些疾病 死掉的 13% 另外一組 隨便吃的 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的猴子 死掉的37% 這邊 好 順便 我看一下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還是要稍微 保留一點 到底他是不是 完全正確 這樣一個想法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在 在上學期 我在跟 我們班上同學講 這一堂課之前 剛好 在 新聞上 還有一些 宣傳單上 雜誌裡面 都有看到說 類似這一篇 這就爆了 研究 但是 他們在引述 這樣一個報道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問題 他們這邊 把 這個死亡率啊 寫成存活率 也就是說 他們寫成說 欸 有飢餓感的猴子 而且他寫30年的猴子 現在應該只有21 存活率 他寫高達37% 然後 每天吃飽的猴子 存活率13% 但是我那時候一看這個 欸不對啊 他們猴子還沒有 剩那麼少 他無分都還活著 一個大概還有八成 一個大概還有六成 一個大概還有六成 所以我就去找 那個原本 Science他們的 科學期 他們的 有人的那個報道 我覺得 這種才是第一手的資料 看這個才是最主 他就發現 欸真的是 是跟老化相關的死亡率 13跟37 他們還有大概 一組還有八成 一組還有大概五六成 都還活著 所以 即使是 在新聞上的一個報道 這個是 對 通往新聞報 在雅務那天 剛好我在他首頁的事 看到這個標題 天天吃到飽 比其分飽短命 然後看皮膚書 我想 欸這篇報道不錯 剛好有 但是有看到 裡面 而且他不是記者自己寫的 他這個還是 隱身某位 研究所的 副教授 而且他可能是醫師 寫出這樣的一個結論 可能是 他的研究生 犯了錯誤也有可能 其實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補判 但是就是說 像旁邊這篇 文章裡面也是 可能他就是看到這篇 去引述的 他也是寫到說 欸死亡率 跟蟲率 這個部分 剛好閃閃 但是這個影響就很大了 那剛剛講到 好 回來 剛剛講到說 老鼠 他們早期的研究 大概 可以增加 大概四成的壽命 不是說 原本可以活十年 變成活十四年 不是的 這個最大的壽命 像人是一百二十歲 對不對 不是說你 用限制飲食 人就可以活到 一百七八十歲 不是增加那個 原本最大的壽命 而是 你如果說 原本一百二十歲 他部分都只活到 八十歲 因為 限制熱量飲食 可以讓你活到一百歲 所以是 增加你原本 就可以存活的 年限之內 盡量活到最後面 而不是增加整個的時間 這個是 差別在這邊 好 那剛剛講到說 會減少一些 心血管疾病啊 腫瘤啊 到底那個比例有多少 個數有多少 他們發現 死掉有一些 還活著 他們會發現 有心血管疾病 減少三成熱量 少出三成熱量的猴子 得到心血管疾病 跟另外一種比起來 是二比四 兩個 四個 腫瘤發生的情形 腫瘤就是 癌症嘛 簡單來講 癌細胞 發生的情形 有四個 八個 糖尿病 糖尿病 這個最明顯的 減少熱量三成的猴子 沒有 隨便吃的 有十六 這麼多 那當然前面 有十一個 十六個裡面 有十一個是前期 前期是怎樣 現在 在糖尿病啊 一般我們都會說 盡量減少到一百以內 但是 如果真的要 以病來講的話 那是超過一百二十六 有在你空腹的血糖 有超過一百二十六 或者是你飯後兩個小時 超過兩百 或是你任何時候 超過兩百 這個都是糖尿病 那你如果在一百以下 當然是最好 最健康 那一百到一百二十六之間 就是屬於 糖尿病的前期的狀況 糖尿病的前期 空腹當然就是 空腹兩小時 好 好 好